第901章 联蒙隐秘 古神之气 第二根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此刻 望月的咆哮回荡 古神之语蕴含其内 却是瞬间 在望月前方的星空立刻裂开一道缝隙 直奔玄宝上人而去 几乎转眼中 玄宝上人所在的星空立刻就大范围地崩溃 轰隆隆之声不断下 玄宝上人却是神色如常 右手一指前方那三十丈箭矢 口中轻声道 空灭 炎雷子双目瞳孔收缩 神色极为凝重 此剑 它记忆犹新 正是修真联盟重宝之一 四空灭剑 传闻中 此剑来历不详 岁月更是悠久 早在仙界上在之时 就有传闻此剑曾沾染了奇异之血 拥有鬼神莫测之神通 在决定杀入联盟之时 炎雷子把一切自己知晓的联盟法宝 一一准备了应对之法 此刻感受到这空灭剑的刹那 内心冷笑起来 这次空灭剑传闻中 威力莫测 就是不知 与这头月兽相比 又会如何 那三十丈箭矢 在玄宝上人一指之下 立刻震动 漠然向前一冲而去 仿若开弓之剑 即持 直奔望月 望月双目露出无尽的冰冷 在那三十丈箭矢出现的刹那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危机 此刻看到那带给自己危机的箭矢 呼啸而来 望月立刻张开大口 咆哮中在其身前 立刻从虚无中迅速凝聚了无数金光 却是在转眼中 再次形成了古神一指 这古神一指出现 立刻轰然向前点去 直奔箭矢 望月更是怒吼中 张开大口 立刻弹见无数望月 从其体内喷出 这些望月数百上千 每一头都约千丈万丈不等 冲出之际 顿时这整个战场更为混乱 这战场 似乎已经不是罗天与联盟之战 而是成为了联盟与望月之斗 随着无数望月冲出散开 四周的联盟修士 一个个面色大变 纷纷快速后退 但他们的速度 却是远远比不过望月 此刻无数望月弥漫 立刻便掀起了腥风血雨 战乱之中 甚至一些罗天修士 都受到波及 其中亡灵这里 更是被一头三千多丈的望月 吞噬而来 他神色阴沉 一晃之下急速避开 不与其纠缠 亡灵知道 这些小型望月出现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凝聚出最强大的古神一指 此刻 那空涅剑呼啸而来 漠然间 就与望月幻化而出的古神一指 直接撞击在了一起 一声轰天巨响 在这一刹那 彻底地回荡整个联盟北部 只见在那三十丈箭矢上 那些血暗黑色血迹 在这一瞬间 立刻就有一股沧桑弥漫 化作一股无形之气 缭绕箭矢 居然直接破开了古神一指 穿透之中 直奔望月 这一幕 让亡灵睁大了双眼 露出震惊 望月的身子 第一次一顿 吼声再起 却是刹那间 四周所有小型望月 甚至包括追击亡灵的那头 纷纷掉转身子 一同咆哮起来 这不是一头望月的咆哮 而是数百上千望月 在其母体的召唤下 齐齐发出的望月之音 一根根古神手指 在这星空中大范围的出现 浓郁的古神之力 更是在一瞬间 弥漫星空 亡灵只感觉全身汗毛 在这一瞬息 全部打开 掩路狂喜之色 立刻吸收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古神肉身 好似进行了一场飞跃 再不断地强大 眉心中被隐藏在第三幕下的 古神之星 那第四个处于半虚幻状态之星 此刻居然有了像实质凝聚的趋势 这一切 让亡灵狂喜 古神之气 没想到 这里居然凝聚出了古神之气 虽说这气息不多 但的确存在 数万里星空中 那无数的古神指头 在刹那间疯狂的凝聚 转眼中 出现在四周所有人目光内的 则是那一个几乎达到了实质的古神意志 其上那碎裂的奇异纹路 更是清晰无比 这一幕 即便是玄宝上人 也是一阵 面色略有变化 神色中有了阴沉 这望月与古籍所记录 略有不同 不过 我有刺空涅剑 这望月即便再强 也绝不可能躲得过此剑 对于空涅剑 玄宝上人 有着强大的自信 我的刺空涅剑 虽说只是九品之物 但若是能收了 这望月炼成法宝 定然又是一个刺空涅集之宝 二者融合之下 再加上老夫数万年的准备 我有八成把握 可以形成刺八品空涅法宝 如此一来 我在长老团内的地位 就有了一些 与重玄子抗衡之力 那空涅剑速度不减 直接冲击而去 与再次凝聚而出的古神意志 又一次的碰撞 望月之吼更是化作冲击 庞大的身子向前紧随古神意志后不断地前行 但就在那次空涅剑碰到古神意志的刹那 却是在这个整个联盟北部掀起了惊天之变 那古神意志 居然又一次崩溃 轰隆之声震耳 四周修士 甚至包括亡灵 全部都是体内气血云涌 直接喷了出来 他尚且如此 就更不用说其他人 一个个修士 身子轰隆崩溃 化作血肉 居然被生生地震死 即便是血神子等人 也在这无法想象的震动下 一个个面色大变 齐齐后退 转眼间 望月身体四周 再无半个修士存在 唯有那四个金甲鲜味 死死地困住望月 配合外围九只黑色蝴蝶 不断地掀起风暴 这再次凝聚而出的古神意志 漠然崩溃的刹那 四周那一头头小型望月 居然也有大半 生生崩溃 阵阵蓝色的血液飞溅 仿佛把这整个星空 都染成了蓝色 这是亡灵第一次看到 望月居然崩溃 虽说只是小型望月 但这崩溃的数量 却是让他心神撼动 望月是古神体内之物 坚硬程度 根本就无法想象 即便是小型望月 也绝不是修士可以破碎 但此刻 眼前的一幕 却是颠覆了一切 此空涅剑石 到底是什么程度的法宝 亡灵擦去嘴角鲜血 呆呆地望着前方 脑中一片空白 崩溃的 除了大量的小型望月 与那古神意志外 玄宝上人的刺空涅剑 也同样崩溃 只见其上 出现了无数细密裂缝 却是在那无法想象的冲击中 寸寸碎裂 玄宝上人双目金光暴闪 整个人一步踏出 眼前的一切 虽说与他所预料略有不同 但大体 却是没有超过预计 这望月 是老夫之物 玄宝上人大笑中走出 只见在其前方 那碎裂的刺空涅剑 在崩溃的瞬间 却是有一道黑芒 从其中一闪而出 这黑芒 赫然也是一只箭矢 这箭矢只有三寸 其样子 与那三十丈箭矢一模一样 唯独不同的 是其上那血迹 并非暗黑 而是鲜红 仿若刚刚沾染了血迹一般 鲜红如斥 这 才是真正的刺空涅剑 此剑一冲而出 奇速之快 无法想象 刹那间 直接就刺在了望月双目之间 在刺中的刹那 这箭矢内 立刻散出一股疯狂的力量 轰轰轰之声 拔地而起 震撼星空之中 望月那庞大的身子 却是第一次 颤抖地不断向后退去 在望月的双目之间 一股黑色的漩涡弥漫 轰隆之下 发出剧烈的崩溃 立刻便有如喷泉一般的蓝色血液 直接洒落 在那黑色漩涡中 那箭矢旋转 向着深处 以更加快的速度 继续冲击 每一次冲击 都会形成崩溃 望月凄惨的吼叫 在这星空中绝响 这凄厉之声 让亡灵身子震动 好似有一个钻心的痛在扩散 他盯着那望月 后退之速更快 这 是望月很久一来 第一次受到如此重的伤势 他惨叫之声回荡 四周剩余的小型望月 立刻再次大范围的崩溃 喷喷之声中 四周数万里星空 却是所有小型望月 全部死亡 望月的双目 血红一片 他 真真正正的愤怒了 这一次的怒火 远远超过了无数万年来的一切 尤其是眼下生死危机 此刻双目中的那件事 已然威胁到了他的生存 愤怒中 望月凄厉的吼叫 立刻达到了巅峰 在其身体外 却是有七个模糊的星点 突然之间幻化而出 成圆形旋转之下 在望月的咆哮中 立刻其中一个模糊的星点 喷的一声自爆 古神碎星 亡灵望着这一切 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随着那星点的崩溃 一股绝强之力 从望月体内疯狂的冲击而起 这力量太大 喷喷之声中 望月眉心的黑色漩涡 立刻崩溃 被身上的撕裂 还有那箭矢 居然也被逼出 脱离了望月的身体 这一幕 让临近的玄宝上人 面色一变 不可能 古籍内记录 寻常的望月 绝不可能在刺空念法宝之下存活 这望月体型虽大 尽管凶艳滔天 但却也一定会重伤 星空上端的炎雷子 看到这一切 嘴角露出冷笑 前辈曾说过 这月兽 送到联盟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发怒 越怒越好 越是伤得重 此兽能发挥的破坏 就越强 望月的怒火 达到了巅峰 此刻借碎星之力 把箭矢逼出 剧烈的疼痛 让他几乎失去了理智 红着双目 脑中唯一的想法 就是杀杀杀杀 好 本章完 第902章 联盟隐秘 清水来临 第三根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随着望月之音响起 其身体外那无数触须 在瞬息间 居然全部从根部锻炼 那一根根万丈处须齐齐 凝聚在望月身前 却是刹那间 相互交错之下 竟然形成了一只万丈手臂 这手臂 万丈之长 庞大无比 此刻握住拳头 远远看去 俨然就是一条古神之臂 望月一怒 如古神一指 然 望月怒之极限 就是古神一臂 这古神一臂出现 立刻向前狠狠轰击而出 其目标 正是那次空涅剑 这一拳 让亡灵 有了刹那的恍惚 他好似穿梭 进入到了无数万年前 穿过了远古时期的岁月 看到了 那古神逆天的时光 他看到了一个古神 挥舞着手臂 怒吼中向前轰击而出 星球 崩溃 星空 坍塌 一切敌人 全部在这一拳下 静静瓦解 此刻 望月凝聚出的这古神 古神手臂 就是如此 一拳轰出 落在那箭矢之上 此箭 立刻震动 砰的一声 崩溃 刺空涅法宝 在古神一拳下 也要碎面 玄宝上人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面色苍白中 毫不犹豫地迅速后退 但 就在他后退的刹那 星空中 一道极端的阴寒突然弥漫 在这阴寒中 却是有一道红色的闪电 如同开天辟地之雷 轰然临近 这红色闪电 速度太快 抓的时间更是准确无误 正是这玄宝上人法宝被毁 心神一阵的刹那 红色闪电内 蕴含了极端寒意 更有一股急的运意 毫不隐藏的疯狂散开 在那玄宝上人退后的瞬间 一闪而至 玄宝上人 根本就来不及闪躲 直接便被那红色闪电 冲入体内 他面色俱变 整个人喷出一口鲜血 双目有了片刻的涣散 就在这时 星空中一身白衣的清水 一步走出 他神色冷漠 在出现的同时 又目之内红光闪烁 又是竖道红色闪电冲出 向着玄宝上人攻击而去 极竟临摔 极竟 玄宝上人身体内 砰的一声 其背部有大片血雾喷出 整个人一晃之下 后退之速更快 但那树道红色闪电 却是紧追不舍 清水更是在出现的刹那 右手掐绝一直天空 立刻黑风呼啸 却是有七头黑龙幻化 咆哮中阴风喷出 熄灭一切生灵之火 向着玄宝上人吞来 玄宝 你可还认得雷戒本居 清水早就来到了战场 但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人 可以让他有出手的理由 唯独这玄宝上人 清水 你竟然没死 玄宝上人迅速后退 但这星空中的退路 却是被那七头黑龙包围 阵阵阴风冲击下 玄宝上人一咬牙 双手掐绝一指前方 立刻那环绕望月的九只黑色蝴蝶 一闪之下消失 出现时 却是在了玄宝上人身边 九蝶归一 那九只蝴蝶 同时闪动翅膀 全身黑光闪烁中 却是立刻一一融合 几乎刹那 便成为了一只 九道黑芒相容之下 却是起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只见这融合唯一的蝴蝶 身体上居然散发出四彩之光 翅膀闪动之际 立刻四色彩粉落下 在玄宝上人身体外 形成一股四彩漩涡 向外横扫之际 立刻便把七条黑龙阻拦在外 若是你师兄天宝上人 所制作的法宝 我清水还会有所顾忌 但你 不够这个资格 清水寒生中 双手掐绝 立刻那七条黑龙咆哮中 便有数十万近百万的雨滴 漠然出现 这些雨滴密集 在阴风中 疯狂地向着四彩蝴蝶包围的 玄宝上人而去 喷喷之声轰隆隆地回荡 玄宝上人面露苦涩 他的身份 在其他人面前 是一个谜团 可在这清水面前 却是根本就无所遁形 他是当年与之仙界仙人 更是制作出射神车的 天宝上人师弟 清水 你莫要逼人太甚 仙界已经不在 这里是联盟星域 玄宝上人大鹤中 双手伸开 体内一直被压制 隐藏无数万年的仙缘 在这一瞬间 轰然打开封印 立刻便有无尽的仙气 疯狂地弥漫四周 使得这星空中 立刻如同仙境 与此同时 他更是双手掐绝中 一指前方四彩蝴蝶 此蝶莫然震动 一片翅膀居然脱落 如同花瓣向前飘去 但却在刹那间间 这翅膀 化作四道不同的色彩之芒 如同四道气焰 形成漩涡 规则空念 在玄宝上人 这四个字出口的瞬间 那翅膀化作的四道气悬 所形成的漩涡 却是突然之间轰的一声碎裂 化作无数四彩粉末散开 清水的呼风唤雨 在这一刻 被这粉末波及 却是立刻消散 四周的一切 神通法术 在这一刻 没有半点存在 全部消失了 玄宝上人不假思索 右手向前一指 立刻那四彩蝴蝶的 另外一片翅膀 顿时脱落 蝴蝶消散中 那片翅膀漂浮 却是四周 在转眼中 又起了变化 只见刚才消失的 一切神通 包括清水的呼风唤雨 居然又出现 这是这一次 这呼风唤雨 却是成为了 玄宝上人的神通 他低贺中 双臂伸开 立刻环绕四周的 呼风唤雨 直接倒卷 一方面阻挡望月临近 一方面 轰击至清水 借着这一瞬间 玄宝上人立刻后退 但那几道红色闪电 却是紧追不舍 让他极为头痛 内心暗道 若是此空涅剑 尚在 也可以与这清水一战 而不畏惧 想到此空涅剑 玄宝上人立刻就是一阵揪心的痛 他没想到 这望月居然会如此厉害 与古籍记录区别太大 否则的话 他才不会来到这里 此番不但没有成功 更是损失了唯一的此空涅法宝 他可以想象得到 自己在长老团内的地位 定会大范围地跌落 眼下更是遇到了 这当年的煞心清水 他虽说不知这清水 为何还没死 但自己 既然可以存活至今 想必这清水 自然也有方法 此刻危机之时 他没时间去详细琢磨 脑中唯一的念头 就是速速逃走 这一幕 看到远处亡灵心神巨震 他此刻心脏跳动之速极快 喷喷 喷喷 一切声息都在耳边被驱除 只有心跳回荡心神 他脑中死死地记住了 刚才玄宝上人施展的手印 牢牢地记住 原来此人居然是天宝上人的师弟 这四彩蝴蝶 是此人制作 但却明显不及天宝上人之力 只是这手印 若是能被我琢磨透彻 亡灵心脏跳动更快 目不转睛 一眨不眨 倒卷的呼风唤雨 没有让清水停顿 他眼中寒光一闪 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立刻便有无数金光在其手中凝聚 漠然间向前一洒 洒斗成冰 无数金光散开 立刻便化作一个个虚幻之影 洒斗成冰 在清水手中再现 那无数虚幻之影 一个个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几乎刹那 清水深前就有数千之冰 在清水一指间 这些虚幻之影一一飞出 直奔那道卷的呼风唤雨而去 玄宝上人双目瞳孔收缩 内心更是苦涩 这些虚幻之影中 有一些 他认识 正是当年固有 此刻他长探中 不断地后退 更是双眼闪过一丝争宁 伸开双臂 低喝道 清水 就让你见识一下 老夫这无数年 研究出的法宝之力 这天地间一切法宝 均都有一股本源之力 这本源之力 老夫数万年研究 略亏门境 玄宝上人双臂伸开中 各有印记蕴含 此刻一甩之下 顿时一股无形的波纹 从其体内散出 疯狂地弥漫 转眼间 方圆数万里内 竟是波纹之内 一个个存活的修士 他们身边的法宝 在这一刹那 在修士面色大变中 立刻生生脱离了掌控 甚至自行切断了与心神的连接 这一幕 让所有人 全部待住 四周星空中 更有无数死去的修士法宝 这些法宝 在这一刻 也均都是飘起 齐齐向着玄宝上人凝聚 仿若在这一刻 玄宝上人 就是天地之间一切法宝之组 召唤之下 任何法宝 都不得反抗 若仅仅是如此 也就罢了 但真正让四周修士 包括亡灵心神巨阵的 则是他们的储物袋 储物袋 也算是法宝之类 在这一瞬间 所有人的储物袋 立刻脱离了操控 直奔前方飞去 更是在飞行中 储物袋竟然自行打开 其内一件件法宝飞出 亡灵的储物袋 同样如此 他面色一变中 右手迅速探出 一把抓在储物袋上 但此刻 却是有一股奇异之力 笼罩储物袋 亡灵的手刚一放在上面 立刻就感受到 一股燃烧心神的灼热 迅猛地延伸入体内 若是不松手 立刻就会原神俱灭 四周的修士 有很多同样抓住储物袋 但在这一刻 却是一个个苦涩中 不得不松手 眼睁睁地看着储物袋飞去 亡灵储物袋内的东西太过贵重 他不能松手 此刻危机之时 不假思索 眉心第三幕默然打开 红光笼罩 直接投在了储物袋上 红光内一丝本源散出些许 却是对抗之际 使得储物袋上的奇异之力 渐渐消散 亡灵面色苍白 松了口大气 牢牢地抓着储物袋 本章完 第903章 联盟隐秘 追入月口 第四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玄宝上人身体外 无数法宝凝聚 刹那间 这些法宝轰然崩溃 每一个法宝崩溃后 都会有一丝白气飘出 只是瞬息间 在玄宝上人四周 便有浓郁至极的白气缭绕 在清水 撒豆成冰临近的刹那 玄宝上人双臂向前一甩 口中大喝道 法力空念 在这四个瓷出口的瞬间 玄宝上人身体外的这些白气 立刻疯狂地冲出 与清水的洒豆成冰 不断地轰击 砰砰砰砰 今天的震动回荡星空 却是引起了这星空更大范围的崩溃 原本万里漩涡 此刻硬是撕裂开 不断地蔓延 立刻就有修饰闪躲不及 被这突然出现的巨大撕裂 横卷进入那虚无中 消失无影 星空崩溃出现的漩涡虚无 一旦卷入进去 生死难料 没有人愿意轻易进入 此刻这星空剧烈的震动 但 却是对望月没有任何影响 望月双目通红 他对于那让自己受伤 死去无数小望月的玄宝上人 已然恨之入骨 全身须发凝聚而出的骨神手臂 横冲之下 在清水出现的时间 却是略微一顿 但此刻 望月眼中红光滔天 在那玄宝上人 施展了神通的瞬间 骨神手臂 轰然而去 与此同时 星空中更是有一声长啸回荡 却是那炎雷子 直接甩开五冬蝉 双手掐绝之中 其身前数十块仙界碎片 直接幻化而出 弥漫千里 形成一道风暴漩涡 浓郁的仙气散开 使得那漩涡 充满了极强之力 直奔玄宝上人而去 清水仙君 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五冬蝉双目一闪 紧跟其后 却是要相助玄宝上人 避过此次生死危机 玄宝上人头皮发麻 此战 可以说是他这一生 除了仙君崩溃逃离石外 最危机的一次 前有清水 后有望月 上方还有炎雷子 眼下根本就无法闪躲 危机之时 玄宝上人体内庞大的仙源 却是疯狂的转动 刹那间就逼出体内 形成无数防护 凭过这一次 老夫还可活命 在其身体外的仙源 弥漫的刹那 望月骨神手臂临近 轰的一声 直接落在玄宝上人身体外 立刻那些仙源防护 层层瓦解 就在这时 清水临近 尤其是那树道红色闪电 冲击之下 立刻来临 轰隆隆之声回荡 玄宝上人喷出鲜血 再加上炎雷子的仙界碎片之宝 齐气凝聚 喷的一声 玄宝上人肉身 轰然崩溃 他元神出鲜 却是几乎就要崩溃 只是在他的元神上 有一道金衣环绕 不断地抵消之下 这金衣片刻碎裂 这巨变 引起四周撕裂的星空 自此大范围的扩张 却是方圆数万里 同时形成了破面 无数修饰身子被卷入旗内 亡灵 更是身体外大顶闪烁 不断地变化方位 但双目 却是死死地盯着望月交战之处 等待时机 此刻 远处那水罗兰群女子 身体外炼花台环绕 却是安然无恙 在他的身边 那金狮 同样如常 神色冷漠 望着眼前的一切 女子暗叹 摇摇 看了亡灵一眼 目中复杂之色一闪 喃喃道 不知下次相见 均可实现 他身体外的那莲花台 在这一次大战中 不断地吸收这些死气 此刻缭绕之下 却是使得整个莲花台 仿若物中之物 他抬起匆匆玉手 一指前方金狮 口中轻声道 解封 这两个字出口之时 却是仿若化作了实质 形成两个诡异的印诀 默然间落在了金狮身上 那金狮体身子一阵 头顶之上的五张纸幅 却是立刻停止了旋转 金狮双目刹那间 亮其光芒 一声龙吟 从其口中咆哮而出 其身子 竟然在这一刻 默然延长 一晃之下 却是化作了一头龙 这是真正的龙 并非虚幻 而是有血有肉 龙铃闪烁金光 这头金龙咆哮之际 一冲而出 那水罗兰群女子 轻探中 看了远处亡灵一眼 身子渐渐虚幻 转眼间 消失了 金龙咆哮中冲出 直奔战场而去 在她的头顶 五张黄纸漂浮 散出阵阵千智之力 在临近的刹那 此龙全身金光一闪 却是有一个沧桑的声音 回荡天地 独活 金龙身体上的五张纸幅 其中一个立刻散发火光 转眼间 在这金龙全身 立刻就有火海弥漫 这火 拥有剧毒 此毒之强 难以想象 弥漫之下 金龙横扫 却是瞬间临近 直接卷着玄宝上人 就要破散的元神 就要逃顿 但 就在这一瞬间 星空崩溃中 那没有任何变化的参天巨木 却是立刻有一阵咔咔之声传出 居然直接从其上 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 一道清光闪烁中 却是从那巨木内 直接走出一人 此人一身轻衣 容颜苍老 现身后一声长笑 踏步而去 转眼就临近那金龙 右手掐绝向前一指 立刻在其身体外 竟然虚幻出了一根巨木 轰的一声直接撞去 老夫罗天远古修真家族 第九长老一目子 此番 岂能让你逃掉 那金龙被这虚幻而出的 巨木组了去世 却是龙木一闪 张口便有一片黑土散落 这黑土内 充斥着极为浓郁的死气 放土 轻衣老者一目子 右手便绝为掌 虚空一拍 立刻便有轰隆雷鸣回荡 形成风暴倒卷 他身子更是踏出 大袖一甩之下 立刻在其身后 漠然间出现了一排排参天巨木 这些巨木高雨天骑 弥漫之下 在这星空中形成了密集的防护 你跑不掉 一目子微笑中 右手向前一挥 立刻身后巨木呼啸而出 轰轰之声响 使得那金龙不断地后退 此刻武东禅也临近 试图帮助 但清水冷哼中 右目红光闪烁 直接冲去 还有那炎雷子 更是趁这个机会 双手在身前旋转 立刻那仙界碎片形成的漩涡 漠然放大无数倍 除此之外 望月幻化的古神手臂 也轰然临近 只是望月的愤怒 已然失去了理智 他不但恨玄宝上人 更是把这四周所有人 全部都牵连 此刻古神手臂冲来之际 望月立刻一声咆哮 张开大口 向前狠狠地一吸 这一吸之力 即便是望月 身体也震动起来 瞬息间 只见古神手臂漠然张开 五指快落闪电 横冲之下 把一切阻挡在前之人 全部扫开 直接一把 就抓着那金龙身子 抓着金龙 古神手臂迅速收缩 却是在刹那间 把那金龙扔入口中 在望月看来 杀此人不能宣泄愤怒 他要把这个 让他受伤的修饰 生生地吞噬消化 吞了金龙 望月眼中露出疯狂 之前的清明早就消失 一冲之下 居然不是向前游走 而是一头 钻入四周那无尽的 星空崩溃形成的漩涡中 进入漩涡 便是进入了 星空崩溃之下的虚无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立刻使得清水双目一闪 他对这玄宝上人的 原神志在必得 想要通过此人知晓当年仙界巨变 眼下看到金龙与玄宝上人的原神 被望月吞噬 他不假思索 借着望月张口的犀利 整个人一冲而出 直奔望月大口追去 不止清水如此 那武东禅 身为地玄殿之人 更是与玄宝上人之间关系密切 此刻咬牙之下 一冲而出 同样飞入望月口中 亡灵双目一闪 他等得 就是这个机会 此刻不假思索 整个人全身爆出轰隆隆的雷鸣 借着雷光之力 奇速快智不可思议 向着望月迅速冲去 严雷子略意犹豫之时 那轻易老者一目子 却是眼中金光闪烁 也不知打着什么主意 一步之下 直奔前方而去 转眼间 就钻入望月口中 此刻 望月庞大的身子 已然融入虚无一大半 大口也自然收拢 眼看就要彻底地消失在这星空 亡灵临静 一步之下 踏在了望月那庞大的身体上 整个人漠然跺脚 就要钻入七体内 严雷子自然也看到了亡灵 暗叹之下 不再浪费时间 虚空一抓 手中立刻多出一个巴掌大小的仙界碎片 直接扔向亡灵 你立下大功 此物可让你此行安全 有此物在 老夫也知晓你的方位 可以救你与清水出来 他却是放弃了进入 毕竟此番螺天与联盟大战 还需要他来主持 至于亡灵 为何会进入这望月体内 严雷子看不明白 只能归咎于清水之音 或许 此子另有所想 亡灵一把接住那缩小之后的仙界碎片 在其上立刻便感受到了一丝雷兽的气息 想来 这碎片内封印的 除了那强大的碎片主魂外 还有雷兽 多谢前辈 王灵说话的同时 身子消失 钻入望月体内 在这一刹那 望月庞大的身子 彻底地沉入那星空中的漩涡中 只不过他的身子太大 如此一来 却是把那漩涡 硬是撑开了不手 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崩溃 在轰隆隆的崩溃中 严雷子暗叹 转身寻找散开的螺天修饰而去 昨天的爆发公告 如有让人反感了 耳根向你道歉 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哎 今天四更 月票这里 有些不敢求了 好像无论怎么求 都会有人反感 耳根只能说 如果认可先逆 认可耳根的辛苦码字 就给我月票吧 令 副版主小颜 要忙于工作 辞去副版主一职 很感谢小颜同学 这几个月的劳累 辛苦了 本章完 第904章 联盟隐秘 委屈的雷兽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联盟北部战场 经过此一战之后 几乎全部被撕裂 方圆数万里 成为了禁区 中间位置那庞大的漩涡 不断地旋转中 大量的尘埃凝聚而来 最终被吸入其内 消失不见 这一战 没有胜负之分 无论是对罗天还是联盟 实际上 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 只是这试探的代价 却是极高 上万修饰的灭亡 使得这两个星域 有了短暂的休止 似乎在酝酿中 为下一次的大战 做完美的准备 罗天方面 大量的修饰撤退 在联盟西部与北部之间凝聚 休养生息 至于联盟这里 同样安静 只不过 有关此战的一切信息 却是如雪花般 传遍整个联盟 这一日 在这漩涡处 无声无息间出现了一人 此人白发苍苍 先锋倒鼓 一身黄袍 若是亡灵在此定会认出 他 正是黄龙 黄龙平静地站在虚空 望着脚下那庞大的漩涡 无尽的吸力从其内延伸 但却在黄龙身体外立刻崩溃 没有半点缠绕其身 这双方试探的一战 看似不分胜负 但实际上 却是修真联盟败了 黄龙目录沉吟 看着四周战场 脑中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之战的激烈程度 修真联盟一向狂妄 此战又是因当年炎雷子救世而起 有趣 没想到 当年无意中帮了那炎雷子一次 却实在今日 给了我四圣宗如此良心 黄龙目光一闪 把这战场仔细地看过后 转身便向虚空走去 此事 要仔细与其他三人琢磨一番 我四圣宗等这一日 已经很久很久了 就是不知 修真联盟身后的那九级修真心 对此事 会不会干预 毕竟 修真联盟 才是他们唯一认可 黄龙陈阴中 身影渐渐远去 想必那诗阴宗 也定然在琢磨此事 罗天来临 倒也把联盟的平衡就此打破 还有那亡灵 此子很不错 让他参与进这战事中 倒也算是我四圣星的一个先锋 以炎雷子的修为 不会看不出此子身上的印记 也算是我四圣星 对罗天方面的一个暗示了 黄龙嘴角露出微笑 身影消失在了星空 这场大战 还是不够啊 再激烈一些 再消耗一些修真联盟的势力 我四圣宗 已经忍了太久太久 积蓄的力量 也将要到了爆发之时 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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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漩涡内 另有乾坤 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 在这里 没有任何光明 没有任何声息 甚至连灵气与天地原力 都半点不存 生命 在这里 更是几乎绝技 此地 就是星空碎裂的虚无之界 没有人知晓 为何会有这里出现 如果那无尽的星空 比喻成一层沙 那么这里 就是那沙层下的无尽黑暗 曾经也有大神通修士 想要探寻这虚无的根源 只是 无数万年来 却是没有一人 可以明误这虚无的奥秘 在这里 修士的身体 无止境的虚弱 好似有一股无形之力 不断地封印 不断地限制 使得修士 很难在这里存活 再加上 这里隔绝了一切天地原力 如此一来 任何一个修士来到这里 体内的原力 即便自成循环 也会有用尽的一日 且 在那奇异之力的削弱与封印下 能发挥出来的 实在是太少太少 仿佛此地 就是修士的禁区 整个联盟新域内 只有身份与地位 以及修为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后 才会知晓 这虚无之地 在很久很久之前 在那仙界尚未崩溃之时 曾经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 使得仙界险些崩溃 修士几乎灭绝的大事 这虚无 到底有没有尽头 无人知道 在这里飞行 想要摸索此地尽头 根本就不现实 即便是碎孽大圆满的修士 在这里 也无法探查太久 毕竟 即便是体内原力再多 在此地 也有消耗殆尽的一日 仿佛 这虚无之地 就是一个天然而成的绝缘大阵 把所有星空都生生包围环绕 彻底地封死 使得任何修士 无法如崩溃了星空来到此地一般 崩溃此地 去往其更深处 只是 这里 真的是天然而成的绝缘大阵吗 这一点 无人可以明白 没有知晓答案者 只是有一个猜测 在极少数人心中 紧密地包裹 生怕碰触之后 引起无法想象的灾难 这个猜测就是 这虚无之地 并非天然 而是 人为 此刻 在这黑暗的虚无中 望远那庞大的身子 似乎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他进入此地后 身子立刻收缩 所有的神通凝聚在体内 形成大量的威压与吞噬 试图把身体中的一切义物 全部吸收 黑暗的虚无内 望远缓缓地飘游 不断地向前而去 毫无目的 这四周虚无内的奇异之力 仿若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使得望远 几乎没有被限制 亡灵在望远体内 手中拿着炎雷子 锁送仙界碎片 神石在其上一扫 立刻留下了自身的印记 与此同时 一声咆哮 从那碎片内传出 几乎瞬间 一道雷光 从其内冲出 在亡灵面前 雷光一散 化作无数弧形电光游走 却是一头伸着银角的雷兽凭空出现 此兽的脖子上 被人拴着铁链 全身上下 更是挂着很多纸服 看起来有些凌乱不堪 甚至其头上的银角 也被人不知已何物 穿透了一个小洞 把一个铁环拴在了上面 严雷子给亡灵的仙界碎片上 封印的 除了主魂外 就是这雷兽了 此兽看到亡灵后 几乎泪眼朦胧 这多年的委屈 在这一刻 好似爆发出来 这么多年 亡灵也是第一次看到雷兽 却是哭笑不得 这雷兽的样子 实在是太古怪了 上前几步 亡灵来到雷兽身前 看了一眼 起银角上的铁环 忍不住用手拨弄了一下 这一拨弄 雷兽眼中的委屈 更浓 低吼起来 亡灵苦笑 低声道 这些年 委屈你了 看到雷兽在那里 仍然低吼不断 仿佛要把这些年的 凄惨经历 全部倒出 亡灵摸了摸鼻子 又拍了拍雷兽的大头 说道 其实 你这个样子 还是很不错了 挺好 这话语本是安慰 但出口的瞬间 雷兽竟然不再低吼 大头一甩 立刻脖子上的铁链 发出叮当之声 身子上的那些 胡乱的指幅 也晃动起来 他的双眼望着亡灵 露出怀疑之色 显然 对于亡灵的话 他也有些不确定 是真是假 同样的话语 他听到严雷子说过太多 每次严雷子看到他 都会说出诸如此类的话 亡灵苦笑 他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安慰这雷兽 内心对于雷兽的遭遇 很是同情 尤其是看到 他现在这副样子 亡灵可以想象得出 这些年 此兽定然是 经历了很多折磨 只不过虽说如此 但这雷兽的实力 却是让亡灵很惊讶 明显比当年 要高出不少 眼下被雷兽 这么眼巴巴地望着 亡灵只能冲着他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方才所说 都是真实 看到那雷兽 还是怀疑 亡灵常叹 一拍储物袋 立刻仙剑飞出 在骑上一潭 顿时黑雾弥漫 却是许立国幻化出来 不用亡灵吩咐 许立国便通过 与亡灵的联系 知晓了这一切缘由 此刻幻化而出后 看着雷兽 同样忍不住 上前拨弄了一下 雷兽银角之上 穿着的铁环 没忍住 哈哈笑出声来 雷兽立刻怒吼 全身雷光闪烁 尤其是银角 几乎刹那间 就凝聚出了雷霆 立刻向着 许立国冲击而去 许立国吓得尖叫一声 连忙后退 但那雷霆太快 还是有一丝落在了其身 许立国身子一颤 连忙说道 别冲动啊 我是实在太喜欢 这个铁环了 这才忍不住想要摸一下 亡灵神识散开 观察四周 不去理会雷兽与许立国 把许立国叫出来 就是为了让他去安慰雷兽 亡灵对于此事 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也不知那许立国 与雷兽如何交流 几句话后 雷兽神色略缓 眼中怀疑之色 渐渐消失 不多时 居然有了得意 低吼中 与许立国 似乎交流甚欢 最后 竟然让许立国 坐在了其身上 甚至连许立国 拨弄那铁环都不在意 反而抖了抖身子 似乎对于自己 现在的样子 极为满意 待王灵收回神时 看到这一幕后 内心对于许立国 也不得不生起佩服 当年在朱雀新朱雀墓内 遇到那黑刀之魂时 王灵就发现了 许立国的这一长处 那黑刀之魂 也不知是被许立国 怎么说动 好一段时间 都形影不离 此刻许立国 一边摸着雷兽铁环 一边内心得意 按道 还是你家许也厉害吧 这种事情 一下子就把那煞心比下去了 他得意之下 许氏抓着铁环 力气有些大 惹得雷兽低吼一声 许立国连忙轻轻拍腐 不知又与那雷兽怎么说的 雷兽几乎眉开眼笑 大脑袋晃动下 余光在自身上看来看去 当年狂妄高傲的样子 早就烟消云散 本章完 第905章 联盟隐秘 渔翁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看着这一切 亡灵唯有长叹 他始终还记得 这雷兽当年风姿 那不屈的目光 与狂傲的雷吼 震惊天地 眼下在看这雷兽 却是在他身上 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 若非是心神中的感应 知晓这雷兽 是射神车所化 亡灵都有一种 实错之感 感慨之下 他右手一挥 立刻雷兽化作雷光 被亡灵收入除袋内 至于许丽国 则是立刻退后 一脸鳄鱼 说道 主子 你看小徐子 我很久都没出来了 这次 就别让我回去了 这里我看也没什么危险的 不如让我自由活动吧 亡灵看了许丽国一眼 平静地说道 此地远比你所想危险 给我回来 说着 他右手虚空一抓 许丽国气愤中 却是不敢多说 只是内心却早就骂开了 但神色上 许丽国却是不敢露出半点 被亡灵收入储物袋 亡灵身子一晃 在这望月体内游走 他神识弥漫全身 收紧心神 极为谨慎 但脚下的游走 却是没有半点停顿 穿梭之下 几乎化作一道残影 亡灵对于这望月 实在是太熟悉了 此刻行走间 更是几乎不假思索 便可知晓一切去路 若是以往 亡灵不会如此快速前行 毕竟在望月体内 还有大量的小型望月存在 可如今 那些小型望月 全部崩溃身亡 如此一来 在这望月体内 却是少了大部分的危机 前行中 亡灵神色略有阴沉 他之前进入望月体内 在望月融入漩涡来到这里后 立刻便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他前几次在望月体内 虽说这里天地原力不多 但却是可以多多少少感受到一些 但眼下 却是半点也无法察觉 这让他内心一沉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亡灵也不会多想 但眼下 不但感受不但半点天地原力 甚至他体内的原力 也正以微弱的速度 缓缓地消失 这一发现 让他立刻大吃一惊 连忙内饰仔细检查之下 却是发现 这并非是真正的消失 而是被一股无形之力压制 这种压制 就如同一道封印 虽说缓慢 可若是时间长了 定会把全身原力尽数封印 这一切 与望月无关 定然是眼下望月所处之地有关联 在望月体内尚且如此 若是离开了望月 在外界 恐怕这封印速度会更快 亡灵目光一闪 右手握拳 向旁边一挥 陈阴少请后 眼中露出金光 骨神肉身之力 却是没有半点影响 如此一来 在这里倒也可以取得先机 陈阴中 亡灵直奔前方而去 这种封印 倒是与仙异族的指幅 有些相似之处 亡灵闪烁间 小心控制体内原力 不多时 来到那望月之谷附近 一看之下 他表情顿时凝重起来 望月之谷上 原本有大量的灵力外散 可现在 这些灵力却是全部消失 看来封印压制的 不仅是原力 还有灵力 怕是一切可被修饰吸收的气息 在这里 全部都会被封印 不过 唯有骨神肉身 倒也对这些不甚在意 亡灵双眼寒光一闪 顺着望月之谷 直奔前方而去 此地既然对修饰影响这么大 想必其他几人也是如此 这么看来 在此地时间越长 我的优势就会越大 亡灵贴着望月之谷 目标直奔当年 察觉到古神幼子所在之处而去 正行走间 突然前方传来轰隆隆的巨响 以及剧烈的波动 这波动传递之际 立刻亡灵便感觉脚下不稳 仿若这望月再如动一般 亡灵一晃 贴着四周肉臂谨慎前行 渐渐的 那轰隆巨响更重 隐约间 前方更是有神通法力传来 形成一股冲击 使得亡灵停下身子 他神色略有犹豫 片刻后向着一旁钻去 转眼间就钻入旁边的肉臂内 身弱犹豫 绕了一个大圈 向前缓缓临近 他的神识更是散开 谨慎地观察 片刻后 亡灵神识一宁 却是在肉臂内停止延伸 紧贴着肉臂向外观察 一看之后 亡灵不假思索 立刻后退 一直退到望月之谷附近 这才停下身子 目光闪烁 内心暗倒 进入这望月体内之人 没有一个是我可以抵抗着 但 我也有优势 他们的原力消耗越多 我的优势就越大 在前方亡灵之前 神识所看之地 是一处百丈大小的空旷 四周尽管都是望月肉臂 但此刻这些肉臂 却是如洞间向后退开 此地 有两人 武冬禅面色苍白 一身紫袍 此刻多处破损 看起来很是狼狈 但他站在那里 却是有一股极强的气息弥漫 如同一把利剑出鞘 不允许任何人临近 在他的身后 则是一处肉臂之口 这个入口 正是通往那古神幼子所在之处 武冬禅对面 则是那一身青山的一木子 这一木子此刻 同样面色略有苍白 但双目 却是仍然平静 二人之间 法术波动弥漫 显然是刚刚展开过一场 短暂却激烈的斗法 王林的神识 虽说之前只是略微伸出一丝 但却瞒不过二人 只是 无论是武冬禅 还是一木子 都没有 把王林放在心上 小娃娃 在这虚无之地 你我二人原理并非无间 老夫此去 不是为了那狗屁仙人 你不去助玄宝对抗清水 反倒在这里阻拦老夫 岂不是荒唐至极 武冬禅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盯着一木子 抬起右手 立刻便有一个五光石色的气泡 飘在手心 他目光落在这气泡上 平静地开口道 我不管玄宝上人如何 只是有我在这里 谁也不能进去 青山老者一木子 神色阴沉 冷亨中向前一步迈出 右手掐绝之下 立刻其身前便有一根 巨木幻化而出 这巨木聚集占据了 此地一切方位 向着前方 轰然而去 不能在此地浪费太多元力 此战 速战速决 尽快进入这望月深处 完成大长老交付的任务为家 青山老者身前巨木 向前轰然而去 就在这一刹那 武冬禅右手向前一挥 立刻那五光石色的气泡 直接飞出 与那幻化而出的 巨木碰撞而去 在这一瞬间 那气泡砰的一声 破开 顿时那虚幻而出的巨木一阵 随着气泡轰然瓦解 一目子双眼寒光一闪 右手大袖一甩 立刻便有一块 手指大小的青色木条 幻化而出 向前飞去的瞬间 一目子口中低喝 一目 一见 此言一出 瞬息间 那青色木条漠然间一阵 却是瞬间放大 其上更是闪烁浓郁绿意 却是转眼中 扩散此地所有位置 绿气弥漫 好似把此地凭空隔绝 单独开辟出另一届斑 形成一道封印 环绕五冬禅身体四周 借着这一时机 一目子身子一晃 却是速度极快 绕过五冬禅 直奔其身后洞口而去 消失不见 五冬禅全身被绿气缭绕 但却在一目子离去不到三溪间 立刻从那氯气内 传出轰隆巨响 喷喷之声中 其内一个个凭空出现的气泡 飞快地破碎 每一个气泡破碎 那些氯气都会迅速消散一些 三溪后 五冬禅身体外的氯气 全部消失 他看了一眼一目子离开的洞口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向前一步迈去 直奔洞口 亡灵站在望月之谷附近 索性盘膝坐下 一拍除袋 立刻飞出一把短剑 亡灵双手掐绝 奋出一丝神石 融入剑内 一指前方 此剑无声无息间 直奔前方飞去 亡灵神石环绕此剑 操控之下 慢慢地向着洞口接近 更是毫不犹豫 飞入洞口 不断地逼近前方 眼下我神石融入剑内 即便是被发现毁掉 也没什么关系 况且此地之人 哪一个不是跺跺脚 可以令星空崩溃之辈 除了清水师兄 在其余人眼中 我只不过是一个蝼蚁罢了 亡灵盘膝中 神石缭绕飞剑 却是把前方之景 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 他们却不知晓 我的古神之力在这里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且让他们先去乱战 等到原力所剑不多后 我这个他们眼中的蝼蚁 或许 可以渔翁得利 亡灵目光闪烁 一边操控飞剑 一边沉吟起来 飞剑在那洞口内缓慢前行 前方阵阵神通波动不断 弥漫之下 以亡灵的修为 却是有些艰难 好在此地对于原力有压制 如此一来 飞剑倒也可以勉强前行 不多时 缭绕亡灵原神的飞剑 冲出了洞口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缓缓旋转 其内有无尽犀利散出 亡灵知道 这漩涡内 就是那古神幼子所在之处 此刻外面 没有清水一木子等人踪迹 亡灵略意沉吟 飞剑不假思索 直奔那漩涡而去 实在写不动了 昨天连写带修用了十多个小时 脑子到现在都是江湖一般 很勉强写完 疲惫得很 真累了 本章完 第906章 联盟隐秘 画地为牢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需要想个方法 让这些老怪体内原力消耗更快 也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操控那飞剑的同时 亡灵脑中念头一闪 他不假思索 一拍储物袋 立刻从其内飞出十多把飞剑 这些飞剑都是之前大战时被他弄到 此刻双手掐绝 在每一把飞剑之上都涌入原力 不断地压缩之下 几乎每一把飞剑 若是自爆 都可以形成不弱的破坏 目光寒芒闪烁 亡灵双手一挥 立刻这十多把飞剑默然散开 向着四周闪电巴而去 直奔着望月体内 亡灵知晓的一处处敏感之地而去 如此一来 却是可以让这望月体内 产生一些变化 这也就是亡灵 若是换了其他人 根本就无法对望月这般了解 更不用说 如他这般可以知晓望月敏感之处 并因此准备后手 再说那直奔漩涡 而去缭绕亡灵神石的飞剑 将要进入那漩涡的瞬间 一股蕴含了磅礴原力的冲击 从那漩涡中逆流而出 直接宣泄开来 亡灵面色一变 不假思索 在刹那中 神石离开飞剑 急迟后退 试图避过这突然出现的原力冲击 但这原力冲击仿若洪水猛兽 带着一股疯狂的风暴 冲出之时 立刻波及到了飞剑 砰的一声 剑间轰然崩溃 寸寸瓦解 不断地延伸至剑柄之处 但亡灵之前神石反应更快 在那飞剑 瓦解的前一息 已然离去 急急避开 虽说如此 但他的神石 让人还是被这原力冲击碰了一下 立刻消散了大半 盘西坐在望月之谷处的亡灵 面色升起异样红润 好伴想 才渐渐恢复 浩墙的原力波动 若非是逆流而出 恐怕在那里的神石会一点不剩 亡灵双目寒光一闪 他明白 刚才从漩涡内宣泄而出的原力 只不过是余波而已 且最重要的 那漩涡内拥有极强的犀利 这是望月本身的神通之术 如此一来 内部的冲击想要散出 定然会被层层阻碍 最终即便是散出的原力冲击 其威力 也已经被大量的削弱 一拍储物袋 王灵再次拿出一把飞剑 神石缭绕 飞剑化作长虹 直奔前方而去 片刻后 再次来到那漩涡外 王灵神石操控的飞剑一顿 等待片刻后 确定在无缘力余波散出的瞬间 没有任何停顿 飞剑直接化作一道荧光 一冲之下 融入那不断旋转的漩涡中 庞大的犀利吸扯下 几乎没有王灵费力 飞剑 就波的一声 穿透了漩涡 进入到了那让王灵熟悉的通道 在进入这里的刹那 一股令王灵魂飞魄散的冲击 带着刺耳的呼啸 在这狭长的通道中 风暴横扫 试图摧毁一切 通道内那一根根触手 更是在这风暴冲击下 有不少崩溃 其上缠绕的一个个死尸 全部化作碎末飘散 王灵神识缭绕的飞剑 在这一瞬间 挟刺而去 紧贴着通道肉壁 在其中一根触手 被风暴崩溃后 肉壁内上有缝隙的刹那 立刻钻入进去 这才险些避开 那呼啸而过的冲击之力 在前方 但见两道身影交错 种种神通之光灰映 轰隆之音咆哮 却是清水与那金色真笼 正在展开厮杀 不知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 远古上人的元神 此刻唯米不振 并未与金龙在一起 而是被十多个触手缠绕身体 双目紧闭 气若犹斯 大量的先缘之力 被那些触手不断地吸取 一个个鼓包如洞中 使得所有 看到这一目之人 纷纷会心神一震 更远处 一目子四周 漂浮着大量的气泡 却是五冬禅锥上 与其缠斗不止 只是 看到这一切后 王林却是皱起眉头 这通道 眼下只有当初的一半长短 前方一眼 就可以看到镜头 那镜头的肉壁 显然把古神柚子所在之处 彻底地封死 王林不动声色 藏起身子 密切地关注战局 那金色真笼咆哮中 身子环绕玄宝上人四周 其身上那五张黄纸 散发电光 与其紧密的连接 在他的前方 清水一脸冷卧 右目红光闪烁中 更是幻化而出 在身前形成一道道红色闪电 随着他神通之术而走 直奔那金龙而去 金龙吼声中 身体上鳞片光芒一闪 一声充满了沧桑的滴鹤 从其口中吐出 残惊 此言一出 立刻那金龙全身一抖 体上鳞片 顿时就有上百声声脱离了身子 在其身前迅猛的凝聚 几乎转眼间 就有一把精灵之剑 出现 此剑之上 传出阵阵天威 更是有真龙气息 一冲之际 直奔清水而去 清水双目依旧冷漠 身前红色闪电 化作手臂粗细 向着那精灵之剑临近 几乎刹那 红色闪电 与那精灵之剑碰到一起 轰的一声惊天巨响 在这望月体内 漠然回荡 一股风暴拔地而起 向着四周 轰隆隆的传递开来 这狭长的通道肉壁 在这一瞬间 也被生生地扩展 一道道缝隙在肉壁上出现 更是有绿色血液滴出 那金龙惨吼一声 身子被这冲击弥漫 不断地后退中 却是如蟒蛇般盘旋 把玄宝上人围在中间 始终守护 如此一来 在那冲击之下 他身子立刻皮开肉绽 却是有金色血液喷洒 向后卷去 清水身子同样后退 就在这时 一声闷闷的咆哮 突然在这望月体内 轰然传来 这咆哮 正是望月之音 随着咆哮 这通道内立刻翻天覆地 剧烈地晃动起来 在通道上方 一条巨大的裂缝撕开 大片绿色血液流出之时 其内却是有一股无尽的煞气疯狂散出 咆哮越加剧烈中 从那裂缝内 好似有一物药冲出 清水双目一闪 后退之势略意停顿 直奔前方而去 一头长发飘动间 他双手掐绝 口中低贺 杀戮戒 此言出口刹那 清水长发无风自动 瞬息披散 却是有一道红光 自其脚下出现 向外漠然扩张 杀戮戒 是清水自身神通 其脚下红光耀眼 扩散中立刻弥漫四周 把那金龙身体映照的 几乎成了一色 随着清水的临近 在其脚下红光内 立刻便有无数残魂弥漫 这些残魂数量太多 是清水一生杀戮极端的表现 那金龙大头冲着清水咆哮 身上的五张纸幅 急速地旋转 一声低吼传出 残巾 行墓 供水 毒火 藏土 五行逆转 在这金龙咆哮的刹那 其身体上的那五张纸幅 立刻停止旋转 漠然间一一落在金龙身体内 好似烙印 深深地溶下 一股极强的气息 瞬间从这金龙身上爆发出 他盯着急速临近的清水 张开大口 吐出五道光芒 五行逆转之下 那五道光芒 却是化作缺尖之金 刑罚之木 化贡之水 绝毒之火 藏仙之土 逆转五行颠倒之下 好似把这通道的内 一切全部隔绝 自成天地 就连远处交战的一目子 与五东禅二人 也纷纷退后 目光闪烁盯向这里 清水眼中 寒光闪烁 脚下杀戮剑蔓延之时 右手抬起 向下一指 口中轻声道 化地为牢 清水一生所修法术 先帝白凡六术为根本 但他天资金人 却是同样 自行创出自身仙术 此术 便是以杀戮界为基础 另开乾坤 化地为牢 一切所化之处 便是辛劳所在 任你神通金人 也逃不出牢之一字 清水又指点下的刹那 立刻一股规则之力 疯狂地弥漫开来 这规则 就是牢欲规则 刹那间 以清水为中心 四周一切 立刻就被一股 无形封印弥漫 就连那逆转的五行 在这一瞬间 也被生生地困住 清水速如闪电 来到那金龙旁边 右手直接穿透金龙之身 默然抓着了 其身体包围的 玄宝上人原神 一抖之下 玄宝上人原神外的 无数触手 立刻轰轰崩溃 碎裂之下 大片绿色血液飞溅 那玄宝上人 原本紧闭的双目 突然睁开 眼中露出恐惧 但却无论如何挣扎 也逃不出 那如铁钳一般的 清水之手 抓着玄宝上人 清水正要后退 但就在这一刹那 通到上方 那裂开的缝隙内 煞气轰然临近 却是有一只 血红色的手臂 从其内一把伸出 直接砸在了 清水身上 这血红色的手臂内 除了浓郁的煞气外 更是蕴含了望月的气息 这手臂速度太快 其内更是蕴含了 破开一切神通的大力 轰隆间 落在清水之身 清水身子一震 以他的修为 居然也承受不住 生生地被震退 喷出一大口鲜血 与此同时 那手臂一把抓着 玄宝上人原神 狠狠地拽了回来 就要缩回那裂缝中 在这一刻 清水始终冷漠的双目 突然涌现大量的血色 他双眼激进疯狂 那玄宝上人 是他目前唯一 可以知晓仙界之事的希望 可现在 居然被人生生从手里抓走 这让清水 疯狂了 要知道 当年即便是白凡 也不愿轻易让这清水反怒 只能怀柔施恩 收其为弟子 即便是那罗天心欲中 让严雷子极为恭敬的神秘人 也不想惹得清水怒火 只是眼下 清水之怒 却是在玄宝上人被取走的刹那 掀起 本章完 第907章 联盟隐秘 古神傀儡之术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第938章 杀 清水一声咆哮 整个人一冲而出 全身红光弥漫 却是有无尽的寂静蕴寒 双手并未掐绝 但却有神通呼啸 更是在他的身前 凭空出现了一道细线 这细线如同血丝 出现后 仿若可以撕裂空间 随着清水冲出 这细线呼啸 直奔那收回的手臂而去 哄 一声惊天动地之响回荡 却是清水临近那手臂 在其四周疯狂的攻击 轰隆隆之声不断地响起 尤其是那细丝 每一次闪烁 都会让那手臂一震 亡灵看到这一幕 倒吸口气 在望月之谷 盘系中的本体 咬牙之下 漠然起身 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前方 我亡灵行走 天地之间 虽不是正人君子 但清水有恩于我 此刻他焦急疯狂 我不能坐视不理 清水整个人仿若发狂 怒吼中攻击不断 这一幕 看得那金龙双目瞳孔收缩 即便是一目子 也是倒吸口气 他算是知道 为何家族大长老 在自己临行前曾言 清水 轻易不要去惹 武东禅也是面色变化 盯着清水 尤其是清水身前的细丝 心神一阵 那清水 更是在攻击中 幼目喷的一声爆开 化作大片的血肉 向前扩散中 急尽全部出击而去 落在那手臂之上 喷的一声 那手臂一阵 抓着的玄宝上人 却是在这一阵之下 松了开来 一直注视此战的金龙 龙目一闪 却是不假思索 直奔那玄宝上人而去 粗大的身子 更是甩起龙尾 抽象清水 还有那拥有望月气息的 手臂 此刻再次伸开五指 这一次 却是抓向清水 清水又目血肉模糊 但左目 却是红光弥漫 露出疯狂之色 右手掐绝 向前一指 立刻呼风之树弥漫 这一次 黑风中 却是有八条黑龙咆哮 八条黑龙 仅次于白凡的呼风九龙 其威力 却是比之前的七龙 高出数倍 呼风八龙咆哮中 直奔玄宝上人 原神而去 但却并未毁灭 而是横扫之下 掀起风暴 使得玄宝上人 虚弱至极 原神几乎就要崩溃 那八头呼风黑龙 更是在其身上 形成了呼风之印诀 不断的封印之下 使得玄宝上人 原神立刻昏迷 顺着通道 向着入口 漩涡而去 几乎就在 玄宝上人 原神被吹向 漩涡入口的瞬间 王灵的身子 从其内一飞而出 一把抓着玄宝原神 急速后退 重新退入漩涡 一冲之下便离开 这一幕 就仿若是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脱沓 清水神通弥漫 王灵一步踏出 配合得极为默契 灵离开前 王灵看到清水 左目内疯狂中 透出一丝信任 清水师兄 我会尽全力 王灵钻出漩涡 把玄宝上人 原神扔入储物袋 不假思索 眉心第三幕突然张开 整个人却是在 瞬息间 漠然回头 第三幕眉心中的 本源之力 顺着红芒城扇形散开 对准漩涡 那金龙咆哮中 却是立刻改变方向 他速度太快 一个穿梭 就临近漩涡入口 一头钻了进去 刚一出现 这金龙立刻便迎面与那第三幕 红光碰撞 他身子一震 那红芒内有一丝让他 极为震惊的力量 只不过这力量太过微弱 不足以对他产生威胁 但那来自心神深处的感觉 却是极为明显 他庞大的身子 不由自主的一顿 王灵看到那硕大龙头的刹那 心神一震 如此近距离的威压 让他倒吸口气 借着对方一顿的刹那 他身子立刻钻入后方肉臂内 展开全部速度 迅速游走 其方向并非向下 而是直接向上及持 逃顿中 王灵双手掐绝 感知四周之前留下的后手 脸上露出很辣的阴沉 金龙庞大的身子 已远远超过王灵的速度 直接穿梭而去 在他看来 王灵就是一个蝼蚁 一个爬虫 这样的蝼蚁之辈 居然在自己面前 抢走玄宝上人元神 这就是犯了天威 对于杀这个蝼蚁 他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此刻追击中 立刻就是一声轰隆咆哮 好 这咆哮中 蕴含了太过强大的原力 传出之际 其前方的肉臂 立刻被震动 前方逃顿中的王灵 立刻身子一颤 喷出一口鲜血 但却没有半点停顿 反而借力加速 更快前行 爆 王灵前行中 元神撼动 若非骨神肉身 刚才的一击 自己立刻就会崩溃而亡 即便是现在 他仍然可以感受到 阵阵剧痛传来 但他却是没有任何畏惧 口中低喝的瞬间 之前隐藏在这望月体内 十多处敏感位置的飞溅 却是在这一瞬间 轰然爆开 喷喷之声突然回荡 望月身体中 有那么几处位置 极为敏感 虽说不会让其受伤 可那几处位置一旦中疮 立刻就会给望月 带来难以想象的痛楚 那剧痛 会使得望月怒火冲天 只是 在这庞大的望月体内 想要找到这几处位置 几乎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是偶然波及 对望月影响也不会太大 除了王林 尤其是眼下 望月体内几乎所有敏感之处 同时被飞溅自爆蔓延 如此一来 那种痛 丝毫不弱于之前望月受伤时的感受 黑暗的虚无中 望月那庞大的身子 正无目的地飘荡 但就在这瞬间 却是立刻一震 其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声怒吼 从其体内疯狂地传出 在望月的体内 此刻更是有了惊天之变 随着望月蠕动 那些无尽的肉臂 疯狂地挤压扩散 更仿若是乾坤颠覆一样 剧烈地晃动起来 好 望月再次怒笑 这一次 其身子竟然延伸开来 望月之口打开 随着蠕动之速更快 仿若要把体内之物 全部喷出一样 从其口内 立刻就有一股冲击喷出 在这一刻 望月体内逃顿中的亡灵 眼看就要被那金龙追上 但其身子 却是立刻就被一股冲击弥漫 没有任何停顿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直接推动向上而去 上方的肉臂 更是层层打开 直通顶端 与望月之口连接 不仅是亡灵 金龙那边同样如此 其身子不受操控 直接被一股冲击推动而去 同样的 在漩涡内的狭长通道中 清水正与那手臂恶战 顷刻间 其身子不由自主地被喷出 顺着肉臂向上推去 除了他外 一目子于五冬禅 也逃不过此劫 纷纷身子被那冲击推力卷起 顺着裂缝被推出 黑暗的虚无中 望月吼声不断 只见从其张开的大口中 无尽地冲击狂喷 金光一闪 那金龙的身子 第一个被吐了出来 紧接着 就是亡灵 在其后 清水 一目子 五冬禅三人 一一被喷出 落在了虚无内 亡灵在被喷出的刹那 不假思索 把体内原力先缘 全部自行封印 期望可以延缓 消散压制的速度 但却没有任何作用 几乎在融入虚无的瞬间 他就立刻感受到了 体内原力急速的消失 那一阵阵无形的封印 层层落在身上 还有体内的先缘 也同样如此 唯独骨神肉身内 蕴含了骨神大力 却是没有任何影响 亡灵不动声色 立刻向后退去 原力被大范围压制消散的 并非他一人 此刻 无论是那金龙 还是仪木子等人 全部都是如此 只是 很显然这些人 很清楚此地的奇异 几乎再出来的瞬间 各有神通密布 仪木子身体外 漂浮着三根紫色木条 环绕之下 他面色苍白 体内原力消散之素 虽说无法彻底阻止 但却可使得消散略缓 那金龙更是身体上 无形之光闪烁 勉强抵抗 只是笔之一木子 却是明显不如 还有武东禅 此人最为轻松 他整个人身体外 有一个巨大的气泡 仿若把四周隔绝 只是那气泡 也在不断的消散之中 需要他随时运转原力补充 至于清水 索性右手在身边一绕 画地围牢之下 硬生生地抗住 只是尽管如此 却也不能坚持太久 相比之下 最轻松的就是亡灵了 他根本就不再去理会体内原力 而是握紧了拳头 盯着那金龙露出冷笑 但他却没有轻举妄动 不断地后退中 内心暗倒 眼下还不是最好的实际 再等等 就在众人被喷出的瞬间 望月吼声再次回荡 其双目之处 更是有漩涡浮现 渐渐地 从其内露出一个人影 此人 竟然是那极闲天 只不过这极闲天 却是双目暗淡 时而闪过挣扎 但片刻后 一声尖锐之笑 从其口中立刻传出 他整个人直接从望月双目间的漩涡内飞起 亡灵双眼瞳孔一缩 但立刻就有金光暴闪 心脏砰砰 砰砰跳速加快 在这虚无中 他以古神之体 立刻在那极闲天身上 察觉到了古神的气息 在他看来 这极闲天 就是一个古神星点所化 亦或者说 此人 被古神医的星点融合 成为了非仙非修非神的存在 古神傀儡之术 亡灵脑中 立刻便有图思记忆中 一个唯有成年古神 才可以施展的神通 这极闲天身体内 有古神异星 吸了它 我就可以获得 古神一部分的励志传承 古神异星融合所成的 古神傀儡 与寻常的异星古神 在实力上 没有可比性 毕竟 极闲天的异星 来自八星古神 明日 三哥 本章完 第九百零八章 联盟隐秘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极闲天一声尖笑 整个人一晃之间 立刻就有音爆传出 奇速之快 无法想象 即便是瞬移 也决然达不到这种速度 轰隆音爆之声 正回荡的刹那 其身子 已然来到了金龙旁边 一拳轰击而出 金龙整个身子震动 喷出大口的鲜血 庞大的身子 立刻向后狠狠地抛去 在金龙被击退 喷出鲜血的刹那 这极闲天身影 瞬间消失 立刻武东禅身体外的气泡 喷得一声崩溃 武东禅的胸前一塌 顿时出现了一个 好似被拳头压下的凹坑 一口鲜血喷出 武东禅身体内 甚至还有咔咔鼓猎之音传出 身子倒卷 眼中露出震惊 并未结束 几乎就是在金龙与武东禅 被抛出的瞬息 一目子那里 身前三个紫色木条 立刻便传来轰轰之声 急速旋转 几乎滴水不漏 但 那极闲天的速度 太快 却是在那三个 木条旋转中 硬是寻到缝隙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一拳穿过 直接落在一目子身上 一目子嘴角鲜血流出 身子漠然后退 清水那里 同样身前突然出现大量波纹 左目金光一闪 身子好似被冲击 急急后退 越是后退 其身前的波纹就越剧烈 片刻后 那波纹轰然回荡中 清水身前传来喷的一声 面色苍白 后退之速更快 这一切 只是眨眼间 快得无法想象 无论是神识还是肉眼 都无法捕捉到极贤天那不可思议的速度 更是由于这虚空的封印之力 使得众人体内原力无止境的流逝 再加上极贤天的这番进攻 修为立刻跌落 亡灵这里 根本就看到到极贤天的身影 立刻就感觉有一股狂风扑面 一股极为磅礴的大力 从前方瞬间凌身 但 对于这一切 亡灵却是没有惊慌 在那大力凌身的刹那 亡灵身子一转 凭着古神肉身的奇异感觉 左手握拳 直接落在虚空 碰 一声惊天巨响下 亡灵身子蹬蹬蹬倒退 面色苍白 嘴角流下鲜血 但在他的前方 那极贤天的身影 却是第一次被生生逼出 退后两步 看向亡灵的目光 露出奇异 他体内没有原力 不受此地封印限制 且擅长肉身之力 诸位前辈原力流逝 若是不其力把此人灭杀 自毁威夷 亡灵后退中 立刻沉声道 小辈闭嘴 那金龙身子一晃 龙在身体上的武章 指伏散发诡异之盲 五行之气立刻缭绕 弥漫全身之下 没有冲向极闲天 而是直奔亡灵而来 那五行之气旋转 在金龙一声咆哮中 立刻化作武道气焰 从四面八方直逼亡灵而去 亡灵眼中寒光一闪 他自知无法逃过那金龙神通 索性在那五行之气 凌晨的刹那 不假思索 一拍储物带 玄宝上人的元神立刻在手 做事就要一捏 再进一步 休怪在下灭此元神 五行之气漠然停顿 那金龙双目怒争 他若非体内原力消散太快 且刚才被吉仙天一击受伤 此刻说什么也不会被人要挟 但眼下 却是愤怒中怒火升起 远处的吉仙天 脸上露出诡异之笑 身子漠然消失 立刻那一目子面色一变 身子后退 但他的速度却是太慢 砰砰之声 在其身前疯狂地回荡 每一次声响 一目子都好似被大力冲击 他的一切神通 在此刻都速度太慢 尚未施展 立刻就直接崩溃 更是让一目子内心憋闷的 则是神通之术在此地施展 石城之力落在虚空 立刻便被削弱了大半 真正的威力 根本就无法全部发挥 否则的话 定不会如眼下 这般狼狈 他体内的原力 不断地消散 这消散的速度 却是越来越快 转眼间 他的修为 已然从巅峰 跌落到了静面后期 瞬息中 一目子却是不变 在顾忌原力流逝 不假思索双臂伸开 低河道 一目 一界 其身体外的三个紫色木条 立刻就有一个直接崩溃 化作点点金光 向四周弥漫 疯狂地延伸之下 却是自成一界 把方圆百丈 立刻封印在内 但那极闲天 却是更快一步 在百丈被封印的瞬间 一步退后 奇速之快 几乎在退后的同时 就失去了深意 够了 先把这显然成了傀儡的 急仙天灭杀 再延其他 武东禅面色阴沉 他修为跌落同样厉害 此时低河中一步踏出 身体外顿时便有大量气泡 幻化而出 操控之下 随着其身 直奔一目子而去 破灭之虚 武东禅右手掐绝 向前一指 立刻四周的气泡 顿时由一变二 由二变四 转眼间化作无数 弥漫四周 就在这一瞬间 其中一个气泡 漠然崩溃 武东禅双眼一闪 神念横扫中 却是四周所有气泡 在这一刹那 齐齐凝聚 爆 轰轰之声 回荡的同时 那一目子面色阴沉的 右手大袖一甩 身前摆杖 立刻就有一根巨木 幻化而出 向前随着其甩袖 轰然而去 一股强烈的冲击 向四周立刻散开 与此同时 金龙闷哼一声 庞大的身子又一次倒卷 却是那急仙天身影出现 丝毫没有受伤 紧贴金龙身子 一拳拳不断地轰击而出 那金龙后退中怒吼 硕大的龙头一晃 整个身子猛地一卷 张口就要吞噬 但却在张口的瞬间 其满口龙牙 轰然碎裂 那急仙天狂笑而退 双目露出金光 以一种奇异的言辞 说这四周除了亡灵外 没有人可以听懂的话语 今日 你们谁也走不掉 后退中 急仙天身影又一次消失 亡灵神色平静 在那急仙天消失的刹那 右手握拳 不假思索向着身旁轰然一击 砰的一声 亡灵身子倒退 但那急仙天同样被逼出身影 清水一晃 立刻临近 右手掐绝一指虚空 立刻便有大片黑风呼啸 化作八头黑龙弥漫四周 黑龙咆哮中 直接冲向急仙天 急仙天诡异一笑 在那黑龙凌身之时 已然消失离去 但 就在其正要离去的瞬间 亡灵目露奇异之盲 身体外骨神大鼎 虚晃而出 其身一动 却是转眼消失 出现时 正是那急仙天退后之际 现身之后 骨神大鼎尚未消散 亡灵不假思索 一拳轰出 急仙天猛地转身 右手向前拍去 与亡灵拳头碰到一处 轰的一声 亡灵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倒退 但那急仙天 同样是退后竖步 就在这瞬间 清水双手掐绝 意志之下 立刻无尽雨滴 漠然幻化 形成一道道雨剑 直接临近 急仙天冷笑中 身子一晃 就要展开速度离去 亡灵双目寒光一闪 大喝道 师兄歇缘助我 说着 他右手向前狠狠一指 吼道 定 一字出口 立刻亡灵体内剩余的全部原力与仙缘 全部流转 顺着右手直接融入虚无 与此同时 清水没有任何停顿 在亡灵施展定身术的刹那 右手虚空一拍 却是把此刻体内剩余的仙缘 分出一半 借着一拍之力 全部打入亡灵体内 进入亡灵体内的仙缘 磅礴无比 顺着右手轰然而出 定身术 以一种疯狂的方式 被亡灵第一次真真正正地施展出来 这一次定身之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 一字定身 那极闲天的身影 刹那间停顿在虚无之中 远处一目子 立刻迅速前行 此地虚无受到封印限制 无法顺移 但它的速度却也不慢 尚未临近 双手已然掐绝 这一刻却是不假思索 立刻身前虚幻之目 急速旋转 越来越小 片刻间就化作一把木剑 这木剑急迟 如同闪电 直接顺着极闲天头顶刺下 但听砰砰之声回荡 整把木剑全部刺入极闲天体内 轰然爆开 化作无数神通所化的木屑 在极闲天身体中崩溃 与此同时 武东禅同样在极闲天 被亡灵定住的瞬间 大秀挥舞 直接喷出一口原神精气 化作一连串五光气泡 直奔极闲体而去 临近后 以极快的速度 层层包裹极闲天 轰然爆开 还有那金龙 他此刻对于极闲天恨意正龙 咆哮中五行之力弥漫 在其身前却是交错之下 竟然相互融合 化作了一个虚幻的皇冠 这皇冠顺息而去 临近极闲天 从其天灵 狠狠地落下 三大老怪同时攻击 这极闲天咆哮中想要挣扎 但却还是晚了 轰隆之声掘地而起 随着那木剑 气泡 以及皇冠的同时爆发 极闲天整个身子 轰然崩溃 无数血肉散开的瞬间 亡灵双目露出上千年 极其罕见的贪光 身体外骨神大鼎幻化 却是一晃之下 瞬息中临近崩溃的极闲天 在电光火石中 他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骨神鲜血 口中阵阵诡异之音回荡 却是在刹那 张口疯狂地一息 立之传承 那极闲天崩溃的血肉中 有一颗拳头大小的紫星 散发出柔和之芒 蕴含了一股骨神之力 本章完 第909章 联盟隐秘 四星王族骨神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随着亡灵的一息 那紫星颤抖中 立刻直奔亡灵而去 眼看就要 吞入亡灵口中 就在这一刹那 望月之吼默然而起 却是一股极其强大的 古神气息 从望月身体内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 那一目子 五冬禅二人 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直奔那紫星而去 只是 经过刚才的一战 他二人体内的原力 已然所剩不多 此刻能发挥出的修为 直接跌落到了窥涅期 二人急迟而来 从两个不同的方向 直奔紫星抓去 王灵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在二人抓来的瞬间 整个人体内 传来砰砰之声 身子竟然 胀大了一倍有余 直击一口吞下 古神一星 在吞下这一星的瞬间 王灵只感觉 一股无法想象的 磅礴之力 在体内轰然爆发 他身体内 砰砰之声 顿时剧烈 疯狂地后退 全身内外 一道道气息游走 流转体内 却是有一股 极为强大的感觉 充斥全身 好似这眼前的一切 只要一拳轰出 都会烟消云散一般 一声长啸中 王灵后退的身子 漠然起了变化 砰砰之声回荡下 其身体 疯狂地膨胀起来 却是在瞬息间 化作了一个 数十丈高的巨人 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 轰然弥漫着虚无 在王灵的眉心之上 隐藏起来的古神之星 此刻凝聚而成 从之前的三星半 立刻成为了四星 这 是真正的四星 传承至古神图斯 来自于古神一族王族的四星 与寻常古神的四星 更有不同 王灵的身体内 砰砰之声更为剧烈 再次膨胀 直接达到了百丈有余 一股逼人的威压 化作疯狂的冲击 向着四周横扫而去 那一幕子 与武东禅二人 却是双眼猛的一缩 直勾勾地盯着王灵看去 重重地一握拳头 王灵大笑起来 一种仿若掌握了 天地之力的感觉 让他全身充满了 强烈的自信 此刻猛地回头 庞大的身子一步之下 直接掠过一幕子 与武东禅 一步之下 就临近那呆呆 看着眼前一切金龙 这金龙连番受到打击 且神通多次施展 再加上此刻封印之犀利 此刻体内原力大范围流逝 能发挥出的修为 直接跌落至窥涅初期 眼看王灵那百丈身子 一步买来 金龙全身急剧收缩 却是刹那间化作人形 龙袍在身 此人立刻后退 双手掐绝之下 天灵之上的五行指幅 急速旋转 立刻喝到 毒火 此言一出 立刻齐天灵武章指幅中的一个 燃烧忧火 却是有一片绿色的火焰 蕴含着剧毒 向着王灵弥漫而来 王灵神色冷漠 此刻的他 已然不是修士 而是一个获得了立之传承 且拥有一之传承的真正古神 四星王族古神 尽管此刻王灵分身之力 全部被封印殆尽 能发挥的 只有古神之力 但四星古神之强大 足以灭杀这金龙 毒火扑面 此火内剧毒 对于修士来说可以毙命 但对古神来说 实在是微不足道 王灵临近的瞬间 庞大的拳头 直接砸下 呼 音爆轰隆而起 一拳轰击 立刻就有如修士神通 所化狂风呼啸 那绿色火焰 几乎刚一来临 就立刻被生生熄灭 其上冒出大片绿烟 更是倒卷而去 龙袍中年男子面色大变 右手掐绝 一指前方 大喝道 供水 残疾 行墨 放土 随着他的吼声 齐天灵之上 五道指幅全部闪烁 无风自动之下 立刻一片蓝色大海 幻化而出 横扫之下 拍向王灵 这海水 就是供化之水 拥有万君之力 拍来之际 更有轰隆咆哮回荡 但 却是无法阻止 王灵的四星古神一拳 海水几乎在拍来的刹那 砰砰崩溃 化作无数水滴倒卷 这海水的确有万君之力 但 王灵的古神一拳 却是数倍于他 如何能不破 供化之水瓦解的瞬间 一道金光闪烁 却是那由龙灵组成的长剑幻化而出 带着奸笑之声 直奔王灵刺去 全落 轰的一声巨响 那龙灵之剑立刻颤抖 却是从剑尖开始寸寸碎裂 如同有一股冲击瓜体而去 把那一个个鳞片 全部掀开 龙灵之剑后 一桩黑色巨木紧随其后 在那巨木上 透出血腥之气 更有无数仙人魂魄在内 冲来之时 阵阵凄厉之笑回荡 化作波纹 向着亡灵攻击而去 刑罚之木后 大片的黑土 化作黑色的风暴 把藏土卷起 向着亡灵冲击而来 亡灵神色依旧冷漠 又全 没有半点停顿 落在那刑罚之木上 砰的一声 死木从中间劈开 却是无法阻挡半点 那由无尽藏土化作的黑色风暴 更是在刑木劈开的同时 轰然崩溃 一切的一切 都无法阻止亡灵的四星王族 古神的一拳 连续轰碎五行 这一拳 直接落在了那龙袍男子的身前 一声惊天巨响 拔地而起肩 这龙袍男子 喷出大口鲜血 身子倒卷而去 这一切 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 在一目子等人看来 亡灵那庞大的身子 只是迈出一步 打出一拳 龙袍男子便喷出倒退 在那龙袍男子身上 更是有砰砰之声传出 大片的血雾喷散 若是在外界 若是他修为尚在 亡灵想要伤他 很难很难 可在这里 亡灵占据了所有优势 这龙袍男子 更是修为大范围被封印 不得不退 亡灵冷漠中 右手一步迈出 这一次右脚抬起的瞬间 更是直接踢出 那龙袍男子面如死灰 眼中露出强烈的不甘 后退中双手掐绝 大喝道 五行之力 此言一出 其天灵之上的五张指幅 立刻急速旋转 却是五道气息散出 在其身前 默然化作一个虚幻的皇冠 五行之力散开 直奔亡灵而来 亡灵双目一闪 却是大手虚空一抓 他身子虽说胀大 可储物袋却仍然还在身上 虽说与其身体相比太过微小 可仍然还能打开 一抓之下 在亡灵手中 立刻就出现了一个皇冠 这皇冠的出现的瞬间 那龙袍男子 面色突然大变 眼中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尸声道 龙尊五行官 你怎么可能会有此物 竟然还有了魂 龙袍男子神色慌乱 却是放弃了一切神通 急迟而退 与此同时 一拍储物袋 立刻手中多出一块木牌 直接捏碎 那木牌化作浓烟 竟然在这虚无中 仿若打开了一条通道 身子一晃 就要钻入通道内 但就在他将要逃顿的刹那 亡灵手中的皇冠 却是立刻飞出 旋转之下 其上便有五彩之光弥漫 那光芒中有一朵玫瑰幻化 展开之下 一个女子的虚影 凭空出现 这女子一身傲气 相貌绝伦 幻化而出后 向着前方那逃顿的龙袍男子 玉手一指 这一指之中 龙袍男子顿时惨叫起来 身子再也无法逃顿 而是好似被吸扯 整个人化作一道金光 瞬息间便被吸入皇冠内 那相貌绝伦的女子 转过身 仔细地看了亡灵一眼 张开口 好似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却是没有声音发出 渐渐消失 这一幕 震惊的不仅是姨慕子等人 就连亡灵 也是心神一震 他不动声色 收了皇冠转身 冷漠地盯着姨慕子与武东缠 这两个人 现在对于亡灵来说 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威胁 这二人的修为 已经严重地被封印 且还在不断地持续 随后亡灵目光一转 落在了远处 那散发古神气息的望月身上 张口就是一声咆哮 百丈俱身 咆哮之音 丝毫不弱于望月之吼 这咆哮就是古神之音 吼出之时 惊天动地 即便这里是虚无 也仿若阻止不了古神的吼叫 无尽雷声掘地而起 形成大片的音爆 轰隆隆间弥漫四周 更是化作无尽冲击四散 这一声怒吼 更是蕴含了古神之语在内 其含义 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挑战 每一个幼年古神 在成年之时 都要挑战族内一人 这是古神一族古老的习俗 这一点 亡灵拥有图丝一支传承 自然极为清晰 古神一族 三星至四星 需要成年古神之气 否则的话 决然无法达到 这一点 无法改变 一旦达到了四星 就表示着这个古神 拥有了成年的资格 而这个资格 就是挑战 他这吼叫 就是告诉那望月体内的古神 自己 要挑战 王灵的咆哮声音传出的瞬间 那望月体内 同样掀起一声大吼 只见望月大口张开 无数触手从其内延伸而出 在那触手中 缠绕着一人 此人若寻常修饰大小 眉心之上 有五个模糊的心点旋转 整个人被触手缠绕中 盯着王灵 我的族人 我接受你的成年挑战 这五星古神在说出此话的瞬间 缠绕在其身上的触手 立刻一一松开 他身子踏步而出 走了三步 第一步 其身漠然丈大 化作三十丈高 一股磅礴的气息传出 又踏出第二步 却是直接成了百丈巨人 沧桑的气息弥漫 在第三步时 其身子轰然暴增 却是达到了三百余丈 如同天神 本章晚 第九百一十章 联盟隐秘 王族法器 第三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一目自目睹这一切 心神震撼 他没想到 这许木 居然隐藏了一个这么大惊天之秘 此人 竟然是古神 他被家族大长老派出 来到此地之前 曾详细地了解郭望月 更是有了很多准备 此刻虽说心神震撼 但却没有忘记自身任务 眼看那五星古神走出望月之口 望月大口收拢之际 却是毫不犹豫 一冲而出 直奔望月之口而去 他尽管修为大范围的跌落 但速度仍然不慢 闪烁中 落入望月之口 消失不见 五冬禅神色略有复杂 他曾偶然中 翻看过修真联盟的典籍 知晓这望月的身份 更是知道 在这望月体内 有一物 名为月华 那典籍内曾言 若是有望月之月华 就可凝练出一个 刺空孽极法宝 若是被我获得了月华 练出法宝 在修真联盟内 我就可取替玄宝之位 咬牙之下 他同样追去 与一木子一前一后 冲入望月之后 在望月大口收拢的瞬间 钻了进去 唯独清水 没有再入望月口 而是皱着眉头 望着亡灵 与那庞大的五星古神 沉默不语 族人 我的名字 叫做罗晨 那五星古神 双目露出沧桑之芒 一步踏出之中 右手并未握拳 而是向前一拍 轰的一声惊天之音下 一个巨大的手印 竟然在那五星古神 罗晨右手中幻化而出 直奔亡灵而去 亡灵双目一宁 这手印与语之仙界之印类似 但却截然不同 此刻轰隆之际 却是直接向着亡灵落下 那罗晨的大手 更是紧随手印之后 罗晨深吸口气 眉心四颗星点 漠然旋转 右手一指天空 口中传出 阵阵古神之语 一旦达到古神四星 就表示着 可以施展一些古神神通 罗晨等待这一天 已经很久很久 刹那间 在其身前虚无中 却是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弥漫 古神之兵 罗晨低吼中 那漩涡内立刻就有阵阵紫色闪电游走 刹那间 一杆长枪从其内漠然飞出 这长枪虚幻 仿若没有实质 而是由紫色闪电凝聚而成 被亡灵一把抓在手中 向前横扫一击 与那临近的手印 直接撞击在了一起 轰隆之声回荡 大片的冲击四散 那手印被生生地一斩两半 只不过 亡灵的长枪 却是立即就被罗晨抓着 一捏之下 此枪内有雷鸣之音响起 咔咔之声中 此枪崩溃 亡灵一步迈出 尽管比起罗晨 他的身子还是弱小 但却有一股气势透出 右手握拳 直接一拳轰击而去 罗晨看向亡灵的目光 露出一丝复杂 他之前所以耗费一心 把极弦天炼成傀儡 也是无奈之举 他此刻虽说可以走出望月之体 但却有难言的苦衷 甚至他有时候都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望月 还是古神 这无数年来 他与这望月 已经同化了太久太久 他的思维 更是受到这望月的干扰 甚至在他看来 自己已经不配称为古神 只能算是这望月的傀儡罢了 对于亡灵这里 他一直在挣扎 徘徊在传承与吞噬之间 那极弦天 则是他在挣扎中 自愿送出 至于心里的打算 或许 更多的是送给对方一心 此刻他深吸口气 同样右手握拳 直接轰击而出 砰的一声 亡灵只感觉右臂一麻 身子不由自主地蹬蹬后退 至于那罗尘 同样后退数步 眉心之上的五个心点 更加模糊 亡灵之所以要挑战这罗尘 正是因为他知道 对方即便不是古神柚子 即便是真正的成年古神 此刻 也是极为虚弱 其眉心的心点模糊 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反观亡灵 虽说只是四心 但这四颗心 却是仿若实质一般 散发奇异之芒 更重要的 亡灵是亡族 若是寻常古神 吞下罗尘一星 秀为增长即便超过亡灵 可在亡族神通之下 也是没有任何作用 亡族 在古神一族中 就是真正的亡者 可以施展亡族神通 不说 更有亡族法器 后退中 亡灵右脚向后一踏 整个人一冲而出 直奔罗尘而去 二人交错之间 却是一拳拳不断的轰击而去 阵阵波纹回荡 那轰隆隆的巨响 更是弥漫四周虚无 二人之间的交战 初始时 亡灵尚且有些不敌 但没过多久 他却是越战越勇 四星古神之力 在不断的交战中 渐渐被亡灵熟悉起来 往往一拳挥舞而出之时 便会掀起如巨浪般的狂风 更是由古神神通蕴含 如此一来 却是与罗尘之间 更为激烈 轰的一声 二人分开 亡灵退后中大手抬起 眼中露出金光 口中阵阵古神之语回荡 立刻在其身后 竟然出现了虚幻之影 却是一尊万丈古神幻化而出 顶天立地之下 向着那罗尘 就是一声咆哮 罗尘眼中复杂之色更浓 同样大手抬起 立刻其身后 也有虚幻之影幻化 此影之大竟然远远超过了万丈 仿若一个真正的巨人 凭空出现 只是这巨人 身子极为臃肿 看起来 更多的是像望月 而非古神 更加骇然的 则是这巨人身上有铠甲出现 看起来 仅仅凭着气势 就可让寻常修饰下破了心神 那铠甲巨人吼声中 亡灵与罗尘再次接近 喷喷之声回荡 这一次 不但是二人再战 就连其身后的虚幻之影 也同样交错而战 亡灵常笑中 左手虚空一抓 脑中 回忆当年古神之体内 拓森的法宝 那古神图丝的本命法器 灭神矛 脑中所想 口中古神之语传出 以亡灵此刻四星古神之力 虽说无法获得图丝本命法器本体 但却可以幻化而出 随着亡灵这一抓 立刻其身前便有大量的红雾凭空出现 这些雾气云涌翻滚 却是在亡灵手心之上迅速凝聚 几乎刹那 一根百丈长矛 赫赫出 这长矛 百丈长 一丈粗细 其上有无尽红光闪烁 正是古神一族 极具威名的灭神矛 此矛一出 即便是虚无 也立刻起了扭曲 随着灭神矛轻轻扫过 竟然在这虚无中 出现了大片的网状之物 这虚无中的大片网状之物 正是封印着虚无的绝缘大阵所化 此阵 原本不可能出现 但在这灭神矛的灰舞中 却是现出了原形 这灭神矛 是唯有王族才可以施展的古神法器 每一个古神王族 在成年之时 都可以获得一样 很久以来就存在的古神法器 这法器 会一直传承下去 但 唯有王族才可施展 罗承盯着亡灵手中的灭神矛 神色更加复杂 他早就看出 亡灵的古神传承极为尊贵 内心也有猜测 此人应该是获得了王族传承 而自行修炼的古神后辈 但此刻真正看到这古神矛的刹那 却是不但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更是知道了 亡灵的传承 来自谁 图斯 没想到连他 也归须而去了 罗承长探 眼中之复杂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柔和 图斯的传承族人 就让我看看 你 能发挥这面神矛虚幻之体的几成之力 罗承好似解开了心结一般 长啸中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其右臂之骨 漠然如动 却是一根根骨刺 突然从皮肤内探出 几乎刹那 这罗承整个右臂 已然被骨刺占据 这些骨刺疯狂的延伸 转眼间 就达到了近百丈之长 齐齐向着前方交错 形成了一把极为诡异争猙獰的武器 王灵握住虚幻而出的灭神矛 一股战意昂然而起 抓着此矛 他当年自己仿若图斯的感觉 立刻出现 眼前所望 唯有罗承一人 我 是古神王灵 王灵一步踏出 手中灭神矛横扫 砰砰之声中 其身前虚空 立刻出现大片网状之物 此网虚幻 显然是弥漫着整个虚无 罗承长啸中 同样临近 右手锁化刺器 漠然挥舞 与王灵的灭神矛 直接对抗 轰的一声 二人直接交错 阵阵砰砰之声回荡下 这虚无 却是随着二人厮杀 出现了大片的网状之物 王灵眼中战意滔天 交战之中 手中灭神矛向前一抛 双手在身前凝聚 拇指与食指连接 形成了一个菱形 口中低喝 灭神印 这灭神印 正是古神异族的神通之一 且 是独属于王族拥有 灭神矛闪电一般轰击而去 直奔罗承 与此同时 亡灵的灭神印 更是施展而出 一个巨大的菱形 出现在其身前 向前闪烁而去 罗承狂笑 大喝道 好 右手向前一挥 却是与那灭神矛直接碰撞 轰得一声惊人巨响 再加上那灭神印的灵静 却是立刻在这虚无中掀起了一场无法想象的风暴 这风暴横扫 在这虚无中疯狂地扩散 立刻大片的网状之物现出原形 闪烁之中 却是在那网下 突然之间亮起两道幽光 这幽光透出冰冷的无情 透过闪烁之网 好似在外界一般 看向这里 望月 古神 三章九千字爆发完毕 本周第二次爆发 拜求月票 给力 给力 让耳根激动一把 酝酿本周第三次爆发 本章完